俄罗斯非常重视北极部署 目前俄罗斯正在对位于北极圈内的六大岛屿进行重点建设 近日央视记者经过多次申请之后 终于获得许可 踏上了位于科捷利内岛上的三叶草军事基地 这也是这个基地第一次对外国媒体开放 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我现在位于北极圈内的科捷利内岛 在与俄罗斯军方经过多次协商以后 我们有幸成为了第一批登上这座岛的外国媒体 这里没有手机信号 也没有地图 岛上数量最多的居民是北极熊 但是就在这里刚刚建成了一座俄罗斯的军事基地 科捷利内岛位于北冰洋地区的新西伯利亚群岛 这座岛屿拥有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 2019年年初位于科捷利内岛的军事基地正式竣工 基地建筑被刷成俄罗斯国旗的白蓝红三色 因基地形状酷似三叶草 因此被称为北极三叶草工程 科捷利内岛上的大型雷达目前已经进入运转状态 俄罗斯军方已经在基地至少部署了两套 目前全球最为先进的冷宝反舰导弹系统 可以有效打击200公里以内的北约各型军舰 除此以外 许多俄军为北极专门设计的武器也都在按计划列装 在我身后的是俄罗斯为北极地区量身定制的北极版铠甲防空系统 俄军为这套装置加装了热传感装置 即使是在零下50度的低温环境下 也可以在一分钟之内开启本套系统 有效打击来自中低空的各种目标 为了应对北极极端严酷的环境 基地内部的作战车辆都需要停放在专门定制的车库 车库内部装有保温和通风装置 一旦发生突发状况 所有车辆可以在不需预热的情况下立刻启动 进入战备状态 同时车辆和直升机上都装备了 可以在没有卫星信号的情况下运行的导航系统 北极三叶草基地为了保证士兵的舒适生活 采用了全封闭的设计方式 内部暖气和饮用水实现了自给自足 科捷利内岛的基地可以保障250名官兵 在不接受外部支援的情况下 连续执勤半年 士兵的生活区安装了最先进的通风和空气净化装置 在保证室内温度的前提下也兼顾舒适 基地内部还为士兵设计了健身房 电影院等娱乐设备 每个基地配有专门的营养师 所有的食物都是经过精心调配的 在保证口感的同时 增加了许多补充热量以及维生素的食材 央视记者俄罗斯科捷利内岛报道